而你還記得習威斯·史特龍 所主演的系列電影《第一滴血》嗎 這片中的經典角色藍波讓人印象深刻 不過從《第一滴血4》之後的十一年 我們居然還可以再度看到藍波呢 不過習威斯·史特龍已經年過七十了 他也說這是最後一滴血 那型片會是這個系列的完結片嗎 今天的More More Movies 就讓大家來看究竟 看電影也會有風險好不好看 不能爆雷看之前應參考More More Movi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默默默想真 今天要帶大家看藍波 最後一滴血 我們可以看到電影當中呢 這個習威斯·史特龍還是相當的兇猛喔 不過這一次呢是最後一滴血 那我們就一起來回顧一下 第一滴血是什麼時候 那那時候播出的時候又造成什麼樣的迴響 這時候我們就要來歡迎我們的影評 XXY 歡迎XY 嗨 大家好 我是XY John Rambo One man who's been pushed too far You're finished! You've gone as far as you're gonna go! You've gone as far as you're gonna go! You've gone as far as you're gonna go! Heading straight to the top Right on top of him There's no way out of here except through us He was hunted Trapped There he is! On the cliff! And forced to fight back Don't push it Don't push it Don't push it I'll give you a war you won't believe 第一滴血它是在1982年的時候上映的 其實跟那個魔鬼終結者差不多時期 就是兩年後就是魔鬼終結者1984年 那其實第一滴血它要回顧它的創作初衷 其實要回顧到它的七年代的時候 是一個小說也是同名 也是叫滴滴血的小說問世這樣 那這個小說它其實當年就是在描述說 有很多的打完越戰之後的這些老兵 退伍之後他們回到美國社會之後 被這個社會不接納 然後就是受到一些歧視 所以在這個一氣之下 就是它裡面的主人公藍波 就做了一些非常衝動的事情 所以就造成了一些悲劇 那電影它就是經過邪惠史特隆的 還有它的一些幕後團隊的一些改編之後呢 就讓這個角色又更加的立體鮮明 然後又引發了後續的第二集第三集 然後甚至到第四集的時候 邪惠史特隆本人也來導演這部片 然後到今年就是第五集要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這樣 好 第一滴血系列呢 絕對是邪惠史史特隆的代表作之一 不過說之一就好奇了 它還有其他哪一些代表作呢 這時候就要麻煩XY幫我們解答 它也是因為拍了藍波之後就大紅這樣子 所以就接演了更多更多的戲 然後比如說一些動作片 那我覺得比較經典的像是洛基這個 就是它的另外一個代表作 而且也是演了好多集 然後在前幾年這個洛基的最後一集也上了嘛 然後甚至還衍生出像後續的金牌拳手這個也是 就是它在裡面也是演洛基 但是主角已經變成了是那個 Michael B. Jordan這個人這個角色 然後變成是他來教導這個新的拳擊手 來延續它的故事就對了 所以有些人在猜測會不會 這個最新的這一集藍波之後 如果要再拍續集會不會有另外一個藍波 B之類的然後藍波用它的配角的角色來刻穿 我不知道對啊 有些人是猜測說會不會有這樣子的策略啦 那這一次最後一滴血又有什麼樣的好看的看點呢 然後我們就再請岔偉幫我們分享 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藍波他一直從第一集開始他一直都想要回家 在二三四集裡面就是比較偏向是動作類型的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有點失血第一集當時他要描述這個故事的初衷 但是第五集我覺得他有找回到 當時他想要去關懷這些退伍軍人的感覺 然後他最後面也是有一個非常感動的結局 然後畫下一個句點 我覺得我個人看完之後 是為這個整個系列故事感到安慰這樣 我們非常謝謝超外專業的解析 時間不夠要請好萊維卡 請持續鎖定More More Movies 我們下次再見